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劝劝 右劝劝 这才得以平息 猎空座虽很少有人目睹他的真面目 因为他一直在臭氧层里飞行 但是不能否认他的体型巨大 而且他是一只领土性极强的小精灵 如果你侵入他的地盘 就等着被他攻击吧 但是要说最大的小精灵 猎空座显然还不能登上这个宝座 一只最大的小精灵是猴精王 体型堪比一艘豪华游轮 别看猴精王体型庞大 他可是很受人们的欢迎 甚至开设了景点 让大家去观赏他 但是作为渔民来讲 就不是很喜欢他了 因为猴精王可是个名副及时的吃货 渔民辛辛苦苦打了几天的鱼 猴精王一张嘴便可以通通吃下 可是毕竟体型这么大 吃的这么多也是情有可原的 本期关键子最大神奇宝贝公众号下方回复